女 contractor 介紹 我是阿俐莎莎 我是第四場還在老闆 我是班曹 老闆 我是835的阿爹 我是天地 我是小吳 今天我們叫我們 狼人殺 好 我們這次狼人殺呢 特別邀請到了831的 店哥跟劉B 831跟911最近發生一首新單曲 叫做馬字狗 跟零上線都可以去Youtube看 破百萬了 對 又要破百萬了 如果你的手機不見也可以破百萬 好快啦 也是也是 哈哈哈哈 沒事沒事 好 我們今天的玩法是十人局 就是我們一個會有三狼 三名還有四神 是 對 然後呢 三狼當中會有一個是狼王 好 1號小吳 2號Gini 3號阿爹 4號馬場文 5號阿媛 6號祖祖倫 7號阿咪 8號愛莉莎莎 9號跟B 12號咧 好 我們來發牌 好囉 好 我們下可以看牌囉 5 4 來 筆記坐起來 好 來 開始 天黑請閉眼 狼人請睜眼 狼人請確認彼此身份 狼王 記得給個讚 好 狼人今晚要殺誰 狼人請閉眼 女巫請睜眼 今晚他被殺了 你要救他嗎 你要使用毒藥嗎 女巫請閉眼 育言家請睜眼 今晚你想查驗誰的身份呢 育言家請閉眼 獵人請睜眼 好 獵人請閉眼 騎士請睜眼 騎士請閉眼 天亮人 今晚是個平安夜 1號開始發言 我跟你講喔 我不敢再閉牌了 不敢 首先呢 2號不得不說 他這真可怕的人 他的缺點就是 他很容易去 他當狼人的時候 會順著好人的話 去講 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一下 然後再來是 沙沙還要特別注意 現在沙沙很不照邏輯 所以等一下去聽聽看他的發言 我等一下會著重聽他們 我只是輕彩而已 希望觀眾 跟我一起去看他們兩個 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好人 真的是一個好人身份 大家千萬千萬 想清楚 我真性情 愛你 對我玩狼的時候 真的很不會玩 就是我不知道怎麼玩 我就只能跟著大家好人的風向走 但是呢 我當好人的時候 我的狀態就會很鬆 很軟 很隨性 所以我這局真的是一個好人 無論怎樣 我這局真的是一個好人的表情 就是超級誠懇的這樣 好我是3號 前面1號的發言 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2號 雖然說他當然 他說他當然的時候比較緊張 平常會比較鬆 可是我覺得2號其實 蠻怪的 就像我有一個資訊 就是說剛剛我們在開始之前 我就說 奇怪了 我的號碼排2號不見了 2號不見了 然後2號就跟我說 不在我這裡啊 我這裡你看 1、2、3、2、90都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不應該有2號 你是2號 所以你偷拿我的牌 對 然後 然後 我就說奇怪 為什麼我2號不見 然後 你這裡是1到10都有 所以 所以是你偷拿我的牌 對 合理的覺得你這局有點怪怪 所以目前1號我OK 2號我覺得有一點怪 如果 一些考量的話 我是覺得 1號跟8號 我們盡量不把他們票出去 因為把他們留著 所以如果1號8 都沒有很確定是老大 那次用5票好不好 我們就現場 可能這樣滴得太票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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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號因為我也不是女巫 可是如果我是女巫的話 我會把我的音稅給3號 所以我希望我是女巫 過 好 我是5號 我覺得剛剛4號這樣講 就很不尊重黃氏兄弟 因為他們才是百萬youtuber 有 有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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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還是我們就先把他票出去 好 我現在目前覺得呢 前面1到4號 其實好像都沒有提供太多的資訊 那1號 他說他輕彩了8號 我自己個人也是覺得 8號他就是會玩一個非常沒有邏輯 非常奇怪的玩法 對 所以大家要特別的注意一下 但他不一定會是壞人 我沒有說他是壞人 我也沒有要輕彩他的意思 其實呢 1號跟4號 他們是非常會玩的 而且他們很會分析一些有的沒的邏輯 然後就是他們會故意帶風向 好 然後這一組是個好人 我 因為我覺得 呃 女巫真的要出來這樣子 對 會比較好 因為這樣 因為從1到5號聽起來是沒什麼資訊 我其實有跟1號 4號 還有2號 還有8號玩過 他們的打法每一場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聽一下 但是2號我現在是偏好 因為他說他自己很熟 有時候看起來真的蠻熟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不用演沒關係 對 但他每一場都講的一樣 所以也很難分辨出2號 到底是不是狼人 但是1號跟4號 尤其是4號 之前玩過一場 我實在太厲害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可以再著重聽個幾回 如果今天真的要票的話 我是不會票的 因為我都想再聽你 換我了 好我是8號 然後呢 就是剛剛 有人說我的打法非常的不按牌理出牌 因為 就上禮拜在他們家的時候算是第一次 然後現在呢算是第二次 對 然後剛剛我有發現其實大家 1 2 3 4 5 6 7 全部都是在講場外的資訊 3號有被給飲水 你剛剛不是說 我說如果我是 如果她是 但會這樣講就是怪怪的吧 她就愛3號咩 沒有 才會出來嗎 她就愛3號而已 都穿情侶裝嗎 對啊 沒事沒事 好 反正現在要票的話 我會覺得 就是不要票3號跟4號 那我現在只能夠期望10號可以 發表什麼 因為我是一個平民 平安夜 所以女巫開要了 然後女巫沒有票 然後我剛剛事後講說 她要給她的報告給飲水 基本上就是 這樣聽起來應該只是 就是拉勒開荒槍然後過水之類的 對 然後 7號呼籲不票 然後6號呼籲女巫 然後8號這邊的話 她說她是讓人家新手嗎 然後可是她一開始說 她覺得4號的發言會怪的 可是又說她不要票3跟4 這是我唯一有記錄起來 我覺得比較有資訊 希望 我是好人 然後希望生枝可以播做點事 不然我不會票的 其實也沒有用 好 大家321請投票 好 那就是沒有人淘汰 天黑請睿眼 狼人請睜眼 狼人今晚要殺誰 你要使用解藥嗎 你要使用毒藥嗎 你要毒誰呢 預言家請睜眼 今晚你想查驗誰的身份 天亮了 10號被殺死 情治淘汰區 1號開始發言 嗯 其實一開始 第一局聽完之後 我就直接把 葦葦認好 不是因為她死了 我才讓她講 但因為她沒有交身份 她也不能講話 我覺得有點可惜 我希望她是神啦 因為其實 名比較少 而且我現在覺得名比較正 尤其是剛剛9號已經跳名了 這個情況下 其實她是神出句話 比較好一點點 可是情況不是冤家 4號跟8號都有點小慘 我會踩他們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說飲水這個部分 儘管說 有可能只是一個黃腔 可是我覺得 真的女巫可能會很在意這件事情 就是真的女巫會覺得說 欸 你為什麼知道這麼多事情 是否有視角 因為這件事情很容易被 被胖有視角的東西啊 你們是不是知道 3號死掉之類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覺得4號跟8號 有點落入我的腦坑 我現在目前覺得比較 怪的應該是8號 因為8號剛剛在 講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有點 欸 你怎麼知道她是冰水 這樣的感覺 就是欸 有點小嚇到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8號在我狼坑 機會蠻大的 所以她剛才聽到8號發言 然後另外一個狼坑 我覺得 阿源有可能在我的狼坑裡面 因為 仔細會直覺 10號剛才是 超級仔細的 把大家說過的話 說了 列了一遍 所以我覺得狼狼應該想說 完蛋了她這麼會歸票 她這麼會分析 而且她就是記性這麼的好 所以可能有點擔心就把票 就是把她殺了這樣子 莎莎剛才說4號 是 懷疑她是不是女巫 然後又說 嗯 不對她覺得4號怪怪 又說 喔不對她不會投資 這樣 就她有點反反覆覆的 就是她到底是保她呢 還是 還是不信她呢 聽不太出來 但是我又覺得說 嗯 如果她在想她是不是女巫 4號是不是女巫 她應該會更驚訝 或者是說 不敢去亂踩 因為女巫 比起也是神職嘛 要好好保護神職這樣 所以 我覺得8號應該不會這樣玩才對 再來的話 嗯 因為我相信4號只是 因為娛樂效果 所以說的那樣子 3號是淫水那種話 我覺得是娛樂效果 然後5號阿元的話呢 因為她當狼的時候話比較多 所以 我覺得她剛剛有 很容易的在解釋一些什麼 但是真的也不確定 然後7號阿明的話 她當好人跟壞人 我也真的都分辨不出來 但我真的是好人 那我就著重聽 5號 7號 8號 怎麼說過 首先謝謝4號剛給我假銀水 算是假的我還是很開心 我覺得4號應該是做效果啦 那我覺得 剛剛8號給我的反應 我覺得 我覺得不像狼 我覺得8號反應比較像是 我覺得她不是女巫就是狼 那我覺得其實女巫應該要跳 因為上一輪反正女巫的那個 也要用掉了 那其實應該先跳出來帶 帶平民投票 其實我剛三輪是才2號的 然後7號保了2號 我還是覺得2號這一輪跟上一輪 相較起來 我覺得2號這一局比較 比較比較緊一點 那7號保了2號 那我就 我就把他們歸類在門一邊 那我不確定2號是不是 剛剛上一輪的發言 8號的發言是比較奇怪的 發感復復一點 我動在8號 過 首先我再澄清一下 剛剛那個只是想搞笑 可是大好像覺得不好笑 所以我們就不聊了 然後再來 因為10號死掉了 我只是覺得說 因為10號在臨走之前 狂踩8號 就死了 這件事情會有點嫁禍給8號 可是因為我覺得8號 其實很不像狼 因為他講的話都是 蠻像他會講的話的 就他沒有什麼緊張感 就一個點 我覺得1號有點小奇怪 因為他說他希望10號是神 不是名 可是因為我會覺得說 其實場上至少還有2到3名 可是神就是有功能的 我覺得無論如何我都希望他是名 不會希望他是神 我希望 可是我也不會因為這句話 覺得你是狼 所以我目前覺得狼 比較像是 真的是257 我覺得狼 因為已經兩個晚上了 我覺得怨家 其實兩個都是精髓 也可以講 這樣我們比較好 把剩下的狼肯排出來 過 其實我剛剛覺得1號 他這一局玩的感覺是偏好耶 就是我自己是會覺得1號是偏好的 然後剛才偉偉就是10號 他被殺 就代表說就是是被狼人給殺的 然後女巫就是 也沒有再毒掉另外一個人對不對 所以女巫其實還是有毒藥的 大家都是懷疑殺 殺死我覺得蠻奇怪的 他也沒有提供太多的資訊啊 然後他的表情是也沒有讓我覺得他是狼 對然後我目前覺得比較像狼 可能是2號跟4號耶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直覺就是覺得你蠻奇怪的 然後因為剛才2號說想要聽我講 因為可是我就是個好人啊 接下來剩下3個 所以希望其中一個能給一些東西出來 尤其是歸票位現在是換成9號嘛 3號跟1號是才對立面嘛 然後5號覺得1號偏好 1、5會比較像是同一邊的 對 然後4號是覺得狼科是257 所以我覺得一定是一定要一個人出來帶一下 比較好過 好我是7號 然後我覺得10號應該真的是好人走的啦 然後2號的 就是他在講的 感覺算是在幫好人做事 因為目前他是那種感覺是很認真 但我真的沒有要給他飲水或是給他好 對所以我覺得就是最大 我就是一個余民 所以我開一圈之後我再來決定 然後因為現在女巫就是已經把嘴要用掉 但我真的覺得先不要挑 因為畢竟我們不知道10號走的是好人 就是平民還是神職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我覺得可以先把1號留著 因為剛剛1號的發言也是感覺是偏好的 1號也許可以帶著我們把毒藥用對 所以女巫先暫時不要跳 不要再發毒 然後我真的就是一個沒有用費 好然後就是剛剛有好幾個人說 覺得想要聽8號的發言 然後說一開始第一局的時候 為什麼我一開始會說 那個3號4號那邊怪怪的 然後後來又保3號跟4號 其實我一開始就是覺得他們兩個是要保的對象 所以我想說怪怪的意思 不是說絕恨是爛 我是覺得她剛剛會那樣子講 應該是她是預言家 或是她是女巫 所以想要保一個飲水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也完全沒有想到那個黃腔的部分 我剛剛想到飲水兩個字就是 完全覺得是在假幫人殺裡面的數 可是我剛剛覺得1號就是很明顯的裁我 就是1號剛剛的重心是躲動在我身上 然後後面其實3號有時候她覺得 好像是好像不是 所以我覺得他們比較算是被帶頭像之類的 但是我目前覺得 以剛剛那個踩我的氣勢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1號稍微可以一點 我覺得到這裡 女巫跟預言家都沒有跳出來 就是 就是以我這個龜票位也有一點 這我有發現就是 目前 1 4感覺是比較是 1區 然後 覺得我跟Ryo的心情比較像 就是說 我們其實都很期待 有一個神可以出來 告訴我們一些質詢 但是目前都沒有 那我是平民 目前覺得 1 4還是比較奇怪一點 對 那但是我就不會特別關於誰 那大家來決定 3 2 1 5秒 怎麼可以怎麼出 欸 為什麼可以跳 1號淘汰 我有遺憾 9號應該不是名 9號可能是哪一隻 因為8號我跟妳講 剛剛風川就很明顯 因為我跟妳說 我有事也因為我是女巫 3號是我的銀水 所以為什麼我懷疑 我懷疑 4號跟8號完全是有依據的 因為他就是我的銀水啊 他們怎麼知道他是銀水 你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我才知道我救了誰啊 可是我跟你說 3號有可能會知道 所以我不確定 所以為什麼我有事也 為什麼我才你們 我不可能我沒有故才 都不能講出來啊 我是女巫 後面跳的全部都是假的 然後再來是 9號明顯衝票啊 因為我跟8號一開始 2號、8號、9號入我狼坑 因為我投8號 8號投我合理 因為我跟他對面 他們是後來才舉牌的耶 他們2號跟9號後來才慢慢舉起來 舉1 想把我衝出去 為什麼 因為不讓我跟8號辯論 因為現在平票他就可以辯論 我不能辯論啊 2、8、9入我狼坑 如果說你們不想死的話 你給我跳身份 然後再來是 3號我飲水 先不盤他是不是自刀啦 然後4號的話想一想 應該 應該算好了 有可能跟我玩一個默契 我不知道 反正4號我先擺模仿 2、8、9 因為這局 8局的鬼死啊 他就是狼 等一下一定要配到他 我是女巫 我沒有用到解禮 我沒有用到毒藥 我只要用到3號身上 後面全部跳身份 我跟你講 騎士 如果騎士不是韋韋的話 騎士起來 狀態9號或2號是必撞的 騎士必撞 拜託 拜託 騎士要作用了 然後預言加起來 但我覺得跳身份 全部都出來了 這局 8好臭啦 2號9號你搞他 如果說你們是好人的話 你們就玩不好 天天請閉眼 狼人請睜眼 選擇你今晚要殺的對象 狼人請閉眼 獵人請睜眼 好 獵人請閉眼 騎士請睜眼 騎士請閉眼 天亮了 4號被殺死 從2號開始關 好 剛剛1號說他是女巫 他發言水給3 那所以 他說等一下跳的人都是假女巫 對 一般來說邏輯應該是要性這樣的 一夜一定要當成參考之 可是萬一他是在跟他的狼隊友 附下一個局 如果真的還有女巫在的話 可以起來說 不管你是狼 或者是女巫 因為1他走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真女巫還是 是狼 我不曉得這樣 好然後 我要先解釋說 為什麼我剛剛最後投了B 我剛剛大家在舉牌的時候 其實我是直接抓了1跟8的 我在猶豫 然後我以為是還要321然後再舉起來 我就很猶豫 很猶豫不到他舉誰 那最後為什麼是選1 因為我覺得發的狀態很好欸 所以他很 整個人很鬆 然後他也沒有就是 很緊張的表情 那因為我發現說 小吳以前在玩的時候 他如果是好人的話 話會很多 然後他會很 就是會分析得非常非常非常仔細 但我在想說 大家是不是 因為拍影片他有點緊張 那好像有點怕被冒的感覺 所以我只要解釋一下 我沒有故意要衝票給他 我只是真的很猶豫要投哪一個這樣 所以我比較慢 可是最後我姓的8號 然後他如果是真女巫走的話 你看到他是飲水 那我想聽他怎麼說 因為我沒辦法完全相信 他就是真的百分之百的女巫 然後我要說我真的是一個好人 我真的是好人 我直接講我是好人 然後剛剛7號8號9號都跳是名欸 但是有真的狼也可以跳名啊 他們三個都跳自己是名 那如果三個你就跳出來不是很危險嗎 對吧 對吧 那他們全都跳出來了 我覺得是很危險的這樣子 那剛剛1號有說身分拍一拍啦 大家身分拍一拍 但是我覺得不一定欸 我直接就這樣講 因為我不想拍太明我是誰 但我必須說我是好人 因為大家太多人踩我了 我一定要講 7、8、9三個都跳名 7、8、9一定有狼啦 7、8、9一定會有狼在裡面 2號你說你有功用 那代表就是神或是狼 我現在的狼坑是2、7、9 我9號其實我覺得蠻狼的 因為剛剛1號走的時候 他說他是女巫 然後他說9號是狼的時候 他的反應是就是圍腳就是 就是在嘴角在那邊圍叫 就是一副很奸詐的笑容 所以我也覺得9號是狼這樣子 那我現在覺得其實如果還沒死可以 特地撞9號 9號是微票位 對你撞他如果 你撞熟了 不會害怕是好人講話 就比較有說服力 那如果他是狼就賺得到 對不對 那女巫晚上 我覺得2跟7 還是沒有跳出我的狼坑 目前我也 那8號其實我真的完全看不出來 因為8號 一副很可憐的樣子 那如果真的是狼的話 那以後我就不會再相信 可憐的女生 2號講話的時候有點奇怪的是 你其實剛剛是舉1跟5 你是舉小5跟我 你並不是舉1跟8 所以我就覺得你是不是太緊張 可能會是狼 沒關係所以你很緊張 你才會舉1跟8 然後呢 剛才小吳跟電哥都是說 2跟9可能是狼 好 那因為呢 小吳他現在 他剛剛是說他自己是女巫嘛 那我就來驗看看 小吳到底是不是女巫 到底他有沒有救了電哥 到底2跟9是不是狼 我要驗9號 你被懷笑屁 原來4號被殺了嗎 所以我蠻相信1號 因為他說4號是好人 然後4號可能就死了 如果1號是假的 那玩法太厲害了吧 但2號就是一直跟1 8比較像是對的一面 所以我蠻相信3號的就是 我覺得2號怪怪的 對 我覺得2號 他說他是有功用的 我就信他了 可是如果有功用的話 如果1號女巫師的 2號有功用 然後7次又出來撞了 這樣 我就只剩下 誰跟誰在場上 就剩下2成 如果自跳的話 我覺得會非常危險 所以 我覺得 如果有功用的話 或是預言家的話 有驗到檔的話 可以出來說一聲 不然就 我覺得很可怕 或是你今天晚上可以驗 看2號是不是好 不然我覺得太奇怪了 然後3號的話就是 被罰引稅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沒有問題 因為我相信1號 應該 就是 女巫師 我原本 懷疑的是 9號是狼克 因為他最後有8 1號票 因為我相信1號是女巫 但現在 騎士去撞他 用生命去擔保他是好人 所以我覺得再怎麼樣都 不能票 9號 我真的跟3號不熟 我票3號 我真的跟他不熟 反正就是9號我也不熟 那9號我不票 因為他一直到好 我就票3號 因為我真的不熟 好 我要講一下 我剛剛一路的心路歷程 就是有關於3號跟4號還有1號之間的情感 揪鉤 我覺得真的是太妙了 然後3號的話 反正他絕對是第一輪的引稅 所以一開始他就是沒有說謊 然後說謊的人是小巫 罵 因為小巫如果他自己是狼的話 然後他殺了3號 所以他會知道 3號是被殺的那個飲水 然後他一開始說飲水 所以他才是真正的女巫 然後現在女巫已經掰了 因為他後來是被狼人殺死的 小巫是被大家帶走的 所以應該是死了一匹狼 對 然後他已經被保了 他也算被保了 所以現在比較可疑的就是2號跟7號 我覺得這一局最酷的事情就是 我覺得真正都非常的神隱 都是神隱到死的那一刻才出現 我看到3號就是 他說789有1郎 可是他就是不斷的慫恿 騎士要跳出來 但是這一點其實我覺得是有一點可疑 因為其實你這樣子等於還是只有三分之夜級 因為如果說騎士通常 在更關鍵的時刻 壁壘分明變成兩邊的時候 那去騎士這時候去裁 一個沒中另外一個就是狼 但是現在他做出這個事情 我覺得反而是一個讓騎士去撞車的行為 我反而覺得他們是一組 但是我還不太能夠確定是什麼 如果我說1號真的是女巫 真的是女巫的話 那我神就已經死得差不多 但是他剛剛講一句話我也很在意 因為他說他就是已經發了3號飲水 那有一件事情就是說狼也可以自刀 所以說他如果真的是女巫 他有可能是救了一個自刀的狼 所以說3號並沒有洗拖鞋 但是8剛剛卻說1號已經發飲水了 所以3已經洗拖鞋疑了 所以說我覺得 照理來說預言家應該還在 我覺得可以驗3啦 那這一局我會歸票8 3 2 1 2個投8 那2號先發炎 為什麼我會投8呢 因為剛才9號他最後歸票歸 8的時候8一點表情都沒有 通常好人被誤會 都會比較激動 都會多少有一咪咪的表情 然後之前跟大家玩 他也會有一咪咪的 那種感覺 所以他的表情跟邏輯就長得很好這樣 但他剛才是完全好像靜止的一樣 所以我想說欸 你怎麼會這麼冷靜這樣 因為我剛才其實是已經是信發 一定是做好的 他還是覺得我怪怪的 我覺得他是找不到人可以踩了 那種感覺啦 就好他如果真的是好的話 那他也不是故意的 就是他真的 大家的資訊都好少好少 以致我說我是有好人 又有公用的狀況 所以他還是偷了我 就是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才偷他 例如我剛才本來是想偷6 但是因為他都沒有講話 那看8表情這麼的淡定 所以我比較會偷8 好我先說我剛剛會很淡定的原因 是因為這一局裡面 已經一大堆人在踩我的 所以我剛剛被踩到 已經覺得不安痛癢的感覺 然後剛剛9號我是覺得 他的邏輯非常的不清楚 因為他剛剛說我的邏輯不清楚 可是我覺得我剛剛是完全神分析耶 3號跟4號之間的感情糾葛 你有看清楚到底怎麼回事嗎 他保他飲水 所以他應該是女巫 然後他又保他飲水 他說他是女巫 剛好都跳到3號身上 所以一個是狼一個是女巫 這樣有懂嗎 然後我剛剛會踩2號 是因為他說他是一個有功能的好人 但是我到目前為止看不出他任何功能啊 就是騎士也出來了 然後預言家也沒有預出任何東西 然後女巫的話也不是 那還有什麼 那2跟8以外的人請投票 3 2 1 好的 男人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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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怎麼騙 他是獵人嗎 他是獵人 你騙我 你騙我 他很明顯啊 他為什麼沒死 你懂嗎 他為什麼沒死 這就太怪了 他很奇怪了 他為什麼沒死 你們就要去彈啊 好 第一局就是 男人獲勝 好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然後呢大家不要攻擊我們 因為我們是第一支牌而已好不好 對 大家不要攻擊我們 請大家手下留情 然後還是要祝大家 新年快樂 好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呢 先幫你們記得喜歡 然後記得幫我們的YouTube 然後記得幫我們一起拍照 然後記得看一條影片 在這邊就幫我們按鈕 唷